台湾部分食品暂停输往中国争议持续延烧 外界直营生产凤梨酥等高饼业者 一开始申请类别 被食药署归类在包线面食类 导致多数的业者申请未过关 事后业者自行注册时改为高饼类 才通过了中国海关总署审核 有民众质疑食药署第一个步骤就错了 但是食药署也澄清了 一开始并没有高饼类选项 才会选择申请高线面食类 而身兼卫福部次长的指挥中心指挥官王碧胜 在今天更直呼这是子虚乌有的事 台湾部分食品暂停输往中国争议延烧 有民众在网路上发文指出 凤梨酥等高点申请类别 被食药署归类在包线面食而非高饼类 质疑申请类别错误是多数业者未过关的主因 实际上中国海关总署官网查询 高饼大厂包含郭元毅 吉美食品和阿末蛋糕等 申请包线面食类是暂停进口 但改成申请高饼类变成有效通过 只要署澄清这事件的来龙去脉 去年接获中国通知 10月31号前指定产品企业需填入注册推荐名单 当时中国提供的是这一张简易推荐注册清单 有14类产品 只看到包线面食类并无高饼类选项 直到去年11 12月 中国开放进口食品境外生产契约注册管理系统 让业者可以自行注册 才出现高饼类选项 而身兼卫福部次长的指挥官王毕盛 也做出回应 我想这是只需乌有 我们都是依据中国这边提供给我们的表格 我们去处理 我想没有这个所谓的 说我们把它搞错这个问题 我觉得说这个当然说政府没有理清一定的责任 开始你就把实行说明就好了 即便食要署澄清 仍有业者不买单 认为应该一开始就讲清楚 根据食要署统计 先前注册的高饼业者有115件 目前65件有效注册36件补件中 但也有14件没有补件意愿 食要署解释 现在业者自行申请注册高饼类流程比较容易 将持续辅导业者通过注册 这台北众话报道